原本以為是生魚片不乾淨 結果竟然在雞蛋 驗出了沙門式感菌 而業者也擔心 因為最近巴西蛋 還有液態蛋頻傳有問題 是不是用到了進口雞蛋 奏程 衛生局正在追查蛋商 金黃色蛋液倒進鍋裡火 不能太大 華蛋香人飯就能上桌 這間位在高雄南華 夜市之名熱炒店 登上市府觀光 宣導影片但卻 呂大聲躺在病床上 手打電梯 整個人又吐又拉 就在11號 他和男朋友來用餐 點了生魚片 但上面有黑點 華蛋飯有異味 轉動還發現 廚師手碰前臂 繼續做飯但沒洗手 結果隔天下午 開始嚴重上吐下線 一天高達30次 14號凌晨掛急診 診斷出感染性肠胃炎 病毒量是正常人的13倍 也出現血便脫水 高燒40度無法排尿 身心俱疲得住醫院3到10天 有意思的話 幾乎就是每5分鐘就去廁所一次 呂大聲把慘動遭遇 PO上網 實際來到店家 業者道歉認錯 因為華蛋真的被驗出 有沙門市感菌 那我們這邊也願意說 負責賠償他們的損失的部分 這回華蛋蝦仁飯 驗出沙門市感菌 難免被懷疑 也是用液態蛋嗎 該不會也受到 進口蛋波及了吧 那最近那個雞蛋三門市區的問題 就是也有報導 那等衛生局的報告 處新台幣6萬元發還 勒令店家停業3天 巴西進口蛋政府把關 出大包風暴越滾越大 陸續傳出民眾吃完感染 肠胃炎或身體不舒服 華蛋蝦冷飯變成傳染源 難道要再掀起一波食安危機嗎 民眾剉雷蛋 介紹媒體